秀林鄉舉辦111年度秀林鄉回鄉之意 泰魯閣族傳統地資機具製作培訓 為期三個月的課程持續推展地方特色工藝 增進多元產業創新發展 邀請到秀林鄉景美春咪咪雕科同萬工作室的邱金錦老師 親自教授用腳刀及機具一刀一刀挖身製作織布箱等完整的過程 泰魯閣族自尼面對山林溪谷展現出細膩精巧的生活智慧 製布是泰魯閣族女子品德追求的終身歸宿 物本則是泰魯閣族之女進行一生的重要器具 為找回這份珍貴的族群記憶 新多位對製布機有興趣的選參與 親自製作一台屬於自己的製布機 期盼能為秀林鄉體驗木雕工藝之美 附贈泰魯閣族傳統地上行製布機 為期上月培訓時間 同時也扮演了解訓典禮 今天代表鄉長還有我們所有文官課同仁 也就是非常開心能夠看到你們 今天這九位學員可以如期結訓 我知道很幸福 從疫情難料報紙發以來 你們前面第一次開課的時候 大家非常有興趣 可是後續陸續就發生一些陸續續確診的人 就開始出來了 那可能會有影響你們一些課程的時間 一些中段 那大家看到成果了 大家應該覺得很欣慰 雖然今年我們第一次辦這樣子的課程 那文官課的立場是認為是說 我不如用輔助的方式給你們 我用培訓的課程的方式 來提升你們的技術 那除了可以也提升我們在地的工藝家 他可以繼續支持他 那是跟他在推動文化的工作 不管是木雕也好 橫編也好 那工索的立場都是以這種方向去做出發 那也希望各位學員能夠以後多多 就是工索的任何一個文化技術的工作 那不僅僅是這樣文化的工藝 其實我們在很多文化教育 文化保存的工作 那需要我們大家一起來體驗 教育相當文貴表示 以前老人家只有雙手 以及傳統工具製作織布箱 然而現代機具進步 學員們使用機具製作屬於自己的織布機 過程中學員們辛苦留下了汗水 也化成祖先的祝福 將自己親手鎖住的織布機 期盼學員能夠持續織布技巧的運用 將製作泰魯格組傳統織布機 技術留在部落 勇於部落 並培養更多的部落供應師 期盼修盟箱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 能夠投入更多的推進力 記得請問一下 我們下輩了